剛剛同學有問說這個鏡頭放大之後該怎麼恢復到原始的鏡頭 你看一下 它的鏡頭在這裡 這邊 這是我剛剛新做的對不對 好做了這個 那你希望它是不是回到這裡啊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點一下Ctrl加C 然後呢看你要貼在哪裡Ctrl加V 有沒有貼過來了 我看一下 過來 沒有過來 我看一下回到這邊點到它 這個鏡頭 Ctrl加C Ctrl加V 等一下 這樣沒有好那我就來這邊增加就好 從這邊增加也可以 有沒有一個漠視鏡頭 這個預設鏡頭是回來了 這樣了解嗎 它事實上是可以 這邊可以增加的 你也可以點兩下看一下 鏡頭這個 這樣子就回來了 所以你用增加的 這裡一波往後推一點點 就在後面這邊 就在後面這邊 你有用過的有沒有都留在這裡 都留在這邊 它就會留在這邊 只是呢 預設就是 最大的 當然你也可以增加之後 自行再把這個鏡頭 怎麼樣 拉動一下也可以 還記得嗎 這邊 這個鏡頭本身 你只要找到右手 左上角這裡 有鏡頭的 自行拉動一下 都可以 這樣OK嗎 當然你要對得很準的 你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鏡頭的 S軸 Y軸 還有它的寬度 這樣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要對得很準的 就用這個數字 直接套到新的鏡頭 也是可以 也是一種方式 好